引修士、修女和修会团体 度基督徒生活即意味着追随耶稣 每一个人都有这个招教 不论他们是教师、清洁人员还是股票经纪人 有人愿意让自己的生命更彻底地为耶稣服务 他们试图生活出圣经里的三愿 神品、贞洁和听命 为了天国他们舍弃了他们的财物、关系 甚至他们自己 教会中这种身份被称为奉献生活 正如已经提到的 奉献生活的基础是福音讯息 在第三世纪的时候成为一个运动 那时候越来越多的人在埃及的沙漠中隐居 度刻苦和祈祷的生活 完全侍奉于天主 度这种生活的男人被称为引修士 引修士即单独的意思 当时的引修士们是这样的 他们独自度引修的生活 选择这种生活的女人则被称为修女 一段时间之后 有的引修士们建立了团体 他们彼此之间分担必要的职务 相互支持 争取完全为天主生活 后来尤其在西方 逐渐有了不同类型的引修院和会院 有的延续起初的思想 他们的首要任务是祈祷 这样的团体被称为末关团体 其他的团体选择一定的生活准则 并将某特定的教会服务 作为他们的使命 有的专注于传播信仰 有的帮助穷人病人 或为人们提供教育 历代以来 这些引修会团体 一直引导知识、教育、艺术和文化 尤其在医药和农耕方面 因此,如果没有引修院和会院 就没有今天西方的文化